為了照顧過去離鄉北漂來到都市打拚的子女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 日前來到彈甩區公所帶來大批的愛心物資 還有現金紅包要來發給來自雲林的鄉親 而新北市雲林同鄉會表示 只要身份證字號開頭英文為字母P 都視為雲林人 而其中特別也有低收入戶以及中低收入戶 發放2000元的現金紅包 希望可以幫助新北市雲林鄉親 我們針對雲林的血緣 所謂雲林的血緣就是他的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 六個人只要有一個是P的身份證字號開頭的 那視為雲林血緣 那在我們新北市社會局 登記在案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邊緣戶 我們都每一戶花放2000元現金 600塊的物資 物資 西樓的米 醬油 油 我們希望我們銀林同鄉會 在不管是照顧我們銀林母縣以外 在新北市的我們的 銀林血緣的這些鄉親 比較辛苦的鄉親 我們銀鄉會都樂於幫忙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表示 今年是第二年舉辦雲林同鄉慈善愛心送暖活動 而今年在新北市總共有15個區 而這一次來到淡水區有800多戶 屬於中低收入戶 總共發放金額有200萬元 另外在新北市總共有80多萬戶的雲林鄉親 在過去辛苦北漂為生活打拼 同鄉會也帶來許多家鄉的特色名產 例如西螺醬油 濁水漆百米等等 今天花放的鄉親有將近800戶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跟邊緣戶 我們今天花放的所有的金額 大概會有將近200萬左右 就是2000塊的現金 還有600塊的物資 照顧我們離北的鄉親 那從去年開始 雲林同鄉會就已經來到淡水 照顧我們居住在淡水的雲林鄉親 那今天很高興 包括我們總會的理事長 還有包括樹林的理事長等等的雲林團隊 一直來到我們淡水 來針對我們70多位的鄉親 來發放這雲林的特產 包括米牙醬油 那當然最重要的也發放一人2000塊的這個紅包 來關心我們這雲林的鄉親 讓雲林鄉親感受到說 雲林都有關心他們 淡水區長表示在淡水區的雲林鄉親 有70多位 這一次同鄉會帶來許多的物資 包括了雲林各地農會的特色農產品 來送給住在淡水的雲林鄉親 希望透過物資及紅包的發放 讓在北漂打拼的雲林子女們 可以感受到家鄉帶來的溫暖 記者許多英電視採訪報導 請教導 請教導 請教導